今次不止 1, 2, 3, 4 上一波跳舞跳出火 今次還跳出病 震驚富豪圈的闊太跳舞群組 打開了香港第四波疫情 令到毫使過億跳舞的闊太 有些於磚降跪住政府醫院 有些要趕檢疫都迫住由半山走入元朗 很狼狽 疫情之下 闊太名門對跳舞的那團火都還未吃 他們為了保持著妝容 甚至在跳舞池到甘願冒險不戴口罩 其實他們喜歡跳舞的程度 不是我們這些平凡人明島 繼前匯豐大班王以智 就曾經用過億包起一個跳舞老師 後來因為一句說話對報公堂 合和主席胡應商的老婆郭宙平為了跳舞 包起合和單位做舞池 還因為這樣試過跟老公吵架 南風集團話事人陳惠惠 在舞池上就是跟現在的男朋友一武定情 林青霞就曾經豪花三千元一晚 包外籍老師陪跳舞 不少金融界猛男為了湊富豪客 都要學會跳社交舞 方便幫闊太的老公抖腳 闊太跳舞一紮千金 好大手筆 一次比賽設件衣服都要十多萬 貼上水晶,裙子掃落地 貪他會發出清脆利落的冰冰聲 疫情前,滿年的黑池國際舞 他們甚至要包老師出賽 年學費,機票酒店毫洗五十萬 闊太甚至要買鋪便舞室 今次出事的Stylight Dance Club 也是澳門老牌家族和萬形毫洗七千萬 買來打造 另一間Heaveny Dance Studio 就是已故船王包肉缸的大女兒 包培慶有份投資 每年主辦的亞洲國際標準舞錶賽 一群舞癡闊太太都花枝招展地出現 現在師道中招 認真人人之危 今次被傳系謝玲玲著友 疑似掩益的合國主席胡應商老婆 胡國秀平 就曾經是戀舞闊太太的表表者 就算之前發聲明說沒有參與過這局 亦很久沒有參與過任何跳舞活動 但都很難不記得 他當年很喜歡拉丁舞 甚至在老公旗下的合和大廈開跳舞室 方便他隨時有練 傳聞當年因為胡太戀舞成狂 曾經與老公發生爭辯 不過記者日前上門看過 發現跳舞室與其他單位沒有分別 似乎已經沒有人用了 出名戀舞的胡國秀平 當年曾經每個禮拜 同有中國拉丁舞王之稱的尹韋東集舞 一個禮拜都會邀請他兩三次來香港 另一年我們就曾經直擊胡太 與尹韋東一起去英國黑池 朝聖世界文明的國際標準舞大賽 尹韋東當年很受名太歡迎 除了武技了得 樣子都得得的 朱玲玲都是他的客人 不過近年尹韋東都是回大陸賺錢 現在同身為舞蹈Partner的老婆 在廣州創辦中傳藝術國際學院 教標準舞 由近月的電視節目可以看得出 他已經有點中年發福 沒有當年那麼瀟灑 闊太平時喜歡與內地跳舞老師練舞 貪夠便宜又同聲同氣 但執政姿勢就懂得找鬼仔老師 當中是俄羅斯的舞者最吃香 令林青霞在舞池流連忙返的 是他的俄羅斯籍老師Siergy 當年27歲的他高大威猛 舞技兼騰人口技一流 記者曾經看過他上課 發現他對不熟舞步的新學員 都是一美讚 他曾經跟記者承認林青霞是熟客 一晚都只要三千元 我們還直擊過林青霞和Siergy業舞 跳到興起時 兩個更越癡越埋 鬼死那麼投入 當年林青霞和營利員經常分辨 他輾轉舞池銷售 身邊的人跟我們透露 林青霞很大人 經常找Siergy教跳舞 由一個星期跳一次 變成一個星期跳幾次 甚至乎大時大節 他都是去跳舞打法時間 Siergy他們自然如魚得水 而現在其中一間受強制檢疫的舞廳 老師名單中正正有Siergy 鬥靚、鬥舞技是闊軚圈 連跳舞老師的級數都要鬥 跟吳汪正儀一樣 喜歡光顧Starlight Dance Club 有南風集團罵事人陳惠惠 和前匯豐大班王以智 王以智說過 學跳舞是因為我喜歡 和我想做到更好 於是豪洗天價一億二千萬學費 跟拉丁舞王舞后學舞八年 但因為拉丁舞王Mirko Sakani 在公開練習時經常羞辱他 最後被他告上法庭 這亦揭露了闊軚的野心 跳舞不止是興趣 還要爭名拿彩 王以智曾用四百萬 包起舞王Mirko出賽一次 據悉他每次出征 都坐first class 住豪華酒店 動的都要幾十萬 有圈內人士就數過 包老師出賽前特訓學費 海外食住 十多萬比賽三 還要買給老師 每次阿太出賽 動的都要五十萬 鄭家純的老婆葉美興 胡應雙老婆國壽平等 就包起過明師 遠赴歐美參加國際司徒賽 英國黑池每年舉辦的舞蹈大賽 就曾經吸引了不少喜歡跳舞的闊太 帶著明師去觀賤參賽 當年一仔在英國直擊 新鴻基國士三弟弟 郭炳聯的老婆劉寶慈 就一拖二 和兩個年輕過很多的國內導師去看比賽 還入住貴家酒店 The Imperial 2 樓全海景房 還有專車 往返會場和酒店 跳舞洗錢好像流水 闊太的跳舞衣 動的就幾萬人一套 美麗華集團前媳婦 兼金帳園泰國菜館老闆娘徐美琦 就有二百多件舞衣 最貴那件都要五千元美金 衣服又搶滿了Swatsky 就算水晶跟著動作散在地上 都不在乎 跳到上癮 他將興趣打造成事業 徐美琦就和朋友買入北角木星街 進景台地下五個雙面鋪位 將整條街改裝成跳舞街 不過記者日前去過那裡 跳舞街美夢成空 進景台地下只有餐廳和辦公室 只剩下對面一間Dance Studio 其實政府連日陸續公佈 牽涉跳舞群組的舞蹈會所 總共二十一個舞廳之外 Stylelight Dance Club 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院 和Heaveny Dance Studio 我們發現三間舞蹈會所 背後都有闊太名門餐腰 Stylelight Dance Club 由桃曼瑩在2014年底創辦 近年盡起成為闊太的新寵 桃曼瑩在同一年豪窄七千二百一十九萬 買了洛克道三雙大廈三十二樓全層 打造成四千多呎的高級舞蹈會所 今次成為爆裕源頭 Stylelight就暫停營業 記者去過現場 只見到電梯大堂都關燈 人去留空 桃曼瑩本身是名門望族 他父母是澳門政商界的名人 先父桃開瑜是前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阿媽譚滿庸是前廣州市政協常委 據悉 他們兩夫妻和何善恆家族 霍英登家族 何鴻生家族和何賢家族都是好友 曾經經穿針引善 割國老富豪向祖國捐錢 逃開瑜發展建築生意 成建普京大酒店 新麗華酒店回歷球場等 而桃曼瑩亦都履成家業 曾經做廣東省政協委員 澳門豪江中學校董會名譽董事長 現在是有聯雜資有限公司董事 桃曼瑩喜歡跳舞 他創辦澳門國際職業標準舞協會 開班親自教跳舞 就連兩個兒子都是舞臨中人 他拿著亞洲聲輝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阿仔黎德圈就是亞洲聲輝舞蹈協會會長 不時有比賽邀請他做評審 Asia Starlight總部在澳門 經常舉辦比賽 而灣仔 Starlight Dance Club 只是他舞臨版圖的其中一站 2016年巡迴賽終於發展到香港 加上新開的舞蹈會所 鄰近有齊著館、私房菜和酒隔 闊太跳漁舞直落消閒醉餐 Starlight自然客次雲來 另一間牽涉其中的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院 也要三七天 記者上門時看到有人在清潔中 這間學校的名字甚至是老套 但闊太一樣很受落 門外貼滿了學員熱舞狂歡賞 便裝和節日慶祝跳舞派對 官網見到校長王強在1994年開始 參加各地拉丁舞比賽 球鹹多多、來球不少 不過他在2012年 離奇又模糊跳到香港 創辦了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院 還當創會會長 聲稱要推廣中國體育舞蹈和國際接軌 看資料 他只佔香港明星舞蹈藝術學院四成股份 幕後大老闆是陳豹雪瑩 陳豹雪瑩老公是上市公司 萬威國際創辦人陳偉文 佈住跑馬地半山兒院 他去年用4980萬 賣出私人物業西半山豪宅漢賢 賬面賺347萬 對比投放在舞蹈上的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2017年明星舞蹈藝術學院 又在合肥市開設分校 陳豹雪瑩和王強親自去到合肥 主持開幕典禮 一番日常低調的作風 號稱全港最氣派的舞蹈會所 Heaveny Dance Studio 在上環佔地7000呎 據知是由已故船王鮑肉乾的大女鮑培慶 和他的舞蹈老師鄧仙帆夾粉投資 看看資料 舞蹈會所所在的單位 又太幹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董事亦有鮑培慶 跳舞群組爆發之後 Heaveny Dance同樣要關門避疫 甚至徹底封牆 記者現場發現大樓電梯離奇有黑紙 風去通往8樓的按鈕 而那層正正是Heaveny Dance的位置 有才有勢 Heaveny Dance詩之鴻厚 囊括中外舞者 個個外表影真有型有格 管理層都是來自英國和波蘭的世界知名舞者 主要的兩個董事 分別是來自蘇格蘭的拉丁舞王Mark 同樣來自英國的Philip 實力可以說是一眾舞場中最厲害 搞舞到會所之後 據知郭炳聯、丁五秀和田北俊夫婦 都是這間學校的上客 會逢星期六日下午3至6 還有茶舞Happy Hour 不過是私人會所不招待外人 包氏姐妹喜歡跳舞 三女鮑培麗之前還鬧出笑話 05年鮑培麗以主席身份 出席香港芭蕾舞團活動 她看完赤膊上陣的首席男舞蹈員 示範勒心舞 立即問人何時空幫她私人授課 她事後解釋 想學回蕩年肌肉 跳拉丁舞時姿勢都挺些 可見為了跳舞 闊太多高貴的身份 都要暫時放下了 我沒有感受到她 在山峇場的住所 在山峇場位於有一村的住所 接近 一村住所 這班人 你不會做這種工作 是永遠太多 除了有一個毒品釣衝 有毒品釣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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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釣衝 有毒品釣衣 有毒品釣衝 有毒品釣衝 有毒品釣衝